跟王生后来是怎么认识的 2006年 其实我和王生是小学同学 从这个一年级我俩就同班 后来是五年级的时候 他父亲工作调动 他转学走了 2006年我在闪电台 做了一档国庆的特别节目 也是相声那个 相当于七天乐 叫捧斗先锋 就七天的 然后我不是说 我在铁桌上有两个搭档吗 巧了 这两位都没时间录这节目 都是有事 可能国庆出去玩去什么了 别人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人 说陕西师范大学 这个他们话剧社 有几个说像上的 还不错 当时给我推荐就是王生 但是那个时候 第一面见我就觉得特眼熟啊 想不起来 因为从小学 到这么长时间没见过 就是我们庆功宴的时候 一聊一聊聊 哎呦 还是同学 小学同学 我就整个想起来了 小时候 因为王老师在我们那儿 小学比较出名 王老师原来讲故事 说评书 那时候六十岁 就是我们陕医生 秦都被首届 这个少儿曲大赛的金奖 所以说人家是明星 就重逢了 等于是 两人就搭档上了 就搭档了 这一搭档到现在了 十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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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觉得哪点 这是王生的特点 就特别符合你 所以这一下 虽然之前有那么多搭档 一下就锁定要跟他合作了 王生逮我逮得准 可能是生活环境各方面的这个 而且他说书 他说书 然后他有时候也是天马行空 有时候我也天马行空 我们俩有时候能撞出很多火花的 刚开始 这铺得比较凶 后来慢慢我们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了 也在找 还有一点就是我喜欢历史 他喜欢文学 我们就在这里面能够有很好的结合点 所以就有像《满腹经论》那样的作品 对 那个时候你可能最大的梦想 是不是就是办个专场 现场专场 真的 真真的是自己的一个梦想 这张照片什么情况 面对着好多的灯光 对 当时是我们在一二年 清旭社刚开始做专场的第二场 那年有个特别火的电影 叫《至青春》 对 我们这刚好就是恰到六一 我们就办的这个至青春专场 穿的这个 穿的海魂山 那天这个西安暴雨 大暴雨 我们这个剧场就在西安火车站后边 铁路文化工在这儿演出 结果那个变压器也出这儿严重的故障 连火车站都停电了 我们这儿就停电了 观众真好 一个没动 就拿手机给我们炸着 我们走下来在乐池里头 给大家说了 大概有二十多分钟 也扛不住了 然后拿着手电打着 有序退场 主要是害怕有踩踏 有序退场 但是很感动 很感动 我们是十天之后 又给大家补了一场 重新来了一场 当时就承诺了 十天之后我们给大家 对 拿票根 而且当时我们还弄的那个 知青春还专门用的 那个小时候那老电影票 老电影票 纸的那个 就是那个票根 印象深刻 现在还在我们青春社 那个每个店 就上楼我们那个展览的那个 这都是第一张 但是那个时候 你看演出啊 这个一般小剧场 二三百人啊 这挺舒服的 对 我听说你还演过 三万人的演出 有一次浙江 浙江有一个企业 就组织了三万 三万多人 这得在体育场吗 这得 体育场 我们离观众 就有五百多米 因为太近了 得抬着头看 就五百多米 好像保安啊什么的 就拉着 看全靠那大屏幕 我去那我就后悔了 这不是说像上的地方 对啊 那一场都是什么人呢 适合唱歌 都是唱歌的 都是人家那几个团队 然后加上我 我们没办法 我们就表演了一个杂学唱 给人家就保持一致吧 有其他节目也没法说 你那儿给人说一巴掌评 没人听 对 而且那嗡嗡嗡 人太多了 后来从那以后 我们就再不接 这类的演出了 《青春社》的这个演出 下来有一年是跨年 做的最多是六千五百人 那就不少了 就是除了之后 平时我们跨年 也就基本上保持 最多最多 四千人左右 在那美感往上走了 就算是否这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